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想要看的一个主题 就是这个Hucci的九神包的review 这个包呢,真的我算,我觉得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吧 每次我背它的时候,不管是就是在路上 或者说拍照片发到就是微博或者instagram 或者之前我youtube视频里面有背这个包 很多同学都会想要看这个包的review 对来说比较新,然后比较没有人来做它的review 我会说一些我的实用感,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基本的就是信息吧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然后让我看下去吧 那我们还是依照以前我们做包review的这个惯例 来先说一下它的尺寸吧 其实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这个包很大 其实我想说这个包真的不大 我开始看图片的时候也觉得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包 但是看了它的尺寸以后,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一个一般大小的包 让大家有这种误解,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厚度比较厚 所以感觉上说是比较大一些 其实真的不大 我还拿了一个就是Chloe的这个包来做对比 这个包我也是做过review的 这两个包,你看Chloe的包明显比它都可以遮住它 比它大好多,长度和宽度都要大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背Chloe没有问题的话 背这个包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具体的尺寸呢是30x20x10厘米 然后我之前有犹豫说是要买这个号还是要买那个 还有一个中号,我这个是大号的 多同学都说中号更适合就是比较点1米7以下的女生 但是呢,其实中号是这种长方形的 我觉得这个包款我个人更喜欢这种偏正方形的 我觉得更好看,然后更复古 不过当然就是每个人的偏好不同了 我是更偏好这个大号了 那个中号是27x18x9 其实就是差了一点点而已 没有差很多 但是看起来因为是它是比较长的那款嘛 所以就是可能看起来这个会稍微大一些 但是我觉得在尺寸方面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然后这个包还有一个小号的尺寸 就是最小的那个正方形 大概就这么小 因为我个人是小包比较多了嘛 所以我更想要一个大号 但是很多人也喜欢那个小号 我觉得就看自己更需要哪个size的包来决定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材质 它的材质呢,很多同学 就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大部分同学都误解了它的材质 其实它是canvas的 就是它是帆布的那种 上面有涂层的那种帆布 就是像很多LV的包 也是这种帆布,涂层的帆布 然后以前很多bushy的包也是涂层的帆布 这个也是 然后这边呢,就是几皮 这边也是几皮 这边也是几皮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样子大的口袋 我觉得它这种复古的包款 就确实就需要一个就做旧的颜色这样子的 它链子真的还蛮重的 虽然它是这个涂层的帆布 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影响它的整体的一个质感 虽然你这么滑完全没有问题 它非常的耐磨 然后我背它去就是坐飞机啊 我就放在地上也没有问题 就真的非常耐磨的一个包 所以就是它的面料就完全不用心疼的那种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 它是这个虎头的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是蛮特别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的打开方法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这种扣 然后你按下去以后 然后就打开了 打开以后呢 它里面就全都是这种红色的几皮 这也是它为什么比较重的原因 它里面也是皮质的 全是皮 所以呢这样就比较重 然后它这边翻开以后呢 它这边翻开以后呢 就有一个加层 不过我一般是不会往里面放什么太多东西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中间的隔层 其实已经很够放了 它有三层 一层是里面的这一层 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拉链 你就放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啊 然后最外面这个层和里面这层的容量是一样的 我觉得其实你放东西还是能放挺多的 但是因为这个包其实自重真的算是还蛮重的一个包了 我觉得算是我这种尖尾的包里面算是最重的一个 但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包 所以我觉得在你非常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的这些比较不是说它外貌上面的一个缺点的话 我觉得我都是能可以接受的 这个也是我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包重不重 我知道很多同学是很怕重这件事情的 不过因为我最近有在健身练一些力量 我觉得对于力量的这个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就是hold住的 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接受不了 非常喜欢这个包 像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个包 然后也希望就是有一个造型非常特别 然后也非常复古的一个包的话 我比较推荐大家就是周末啊 或者说去约会的时候 坐车比较多的时候 来背这个包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非要就是上班啊 或者说你长途跋涉 然后背着这个包可能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尤其是对你的肩膀负担是比较重的 然后再说一下它的搭配 我觉得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牛仔的衣服嘛 我觉得搭配这个红色还有这个棕色 真的非常好快就非常搭 所以如果你有买这个红色包 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诚实搭配一些牛仔的单品啊 肯定会有很好的效果的 然后很多同学也有入手这个包 然后也都跟我说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包 尤其是当你拿到它的时候 你近距离观察的时候 真的觉得它的做工非常精细 而且真的非常美 但是很多同学也有疑问 或者是觉得它今年出了这么多花色 这么多颜色的款式 选哪个好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不能说我推荐你买哪个 你就买哪个 因为毕竟这个包是米杯 我自己选择的这个红色的衣服 我觉得这个红色是我 现阶段可能最喜欢 然后或者说在我的closet里面最缺少的一种风格的一个包 所以我才会选择这个红色 当然我觉得其他像那种花的呀 或者说有那种棕色的呀 然后黑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但是因为我可能那辆风格包已经有了 所以我会选择一个红色的这个包 我觉得在夏天或春天的时候搭配也特别特别好看 所以我觉得大家按照自己的风格来选择可以了 然后选择包的大小的时候 我觉得也可以按照自己不同的身高啊 因为我是一米六四 我都可以背这个包的话 我觉得身体就是像一米六左右的女生背 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选择一款适合你的包 然后背出自信的话 我觉得不管包的大是小 你都可以背出很好看的一种样子 那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Gucci的九神包的一个review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微博或者instagram 或者是youtube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我看到的话会回复你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在下方订阅键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你每周期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更新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然后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主题是上班或者正式场合的搭配 但是每个公司的活动和着装要求都不同 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搭配灵感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